最近我在网上闲逛了 就发现了一个摄影师 我又发现他的作品 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是一些旅拍类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方法 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 非常适合这些旅拍类的网红 或者说我个人有这个 对朋友圈发照片的这个需求 我要发一个与众不同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非常有用 就用这个方法 可以让你的朋友圈的照片 就在所有照片的海洋里脱颖而出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摄影师 这个摄影师是一个波兰的摄影师 名字叫什么南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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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读 但是不重要了 就是他是一个旅拍摄影师 可能我也没有去深研究 我觉得可能可以这样定义吧 就是他用了 我看这个介绍 他用了八年 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 那他去这些国家呢 他到一些知名的景点 知名的景点 然后再去拍了一些自己创作的照片 其实知名景点是很难拍的 因为你想啊 所谓的知名景点 他一定被很多很多人拍过了 这些人里面包括大师 也包括浦东人 也包括卖菜的王大妈 也包括装逼的李二姐 也包括那些什么什么摄影师 长胡子的摄影家 你想这么多人都拍过这个地方的照片 你去拍 怎么能够拍的和他不一样 你如果随便拍一个 大家说 哦 你这个是从杂志上播下来的吧 越是网红的景点 大家去打卡的话 你发朋友圈的照片越难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越是这种知名的景点 大家越见过 大家 你那些所有的造型啊 姿势啊 都用过了 别人都看过了 所以想要在这种 现在照片的海洋里面脱颖而出 实在是太难了 当然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没有这个需求 我发个朋友圈 我就让王大妈知道一下 我去了这个地方就完了嘛 我没必要有这个需求 但是对于很多 比如说网红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些摄影师啊 或者什么 或者或者 大部分 绝大部分我觉得网红属性更多一点 就有这种需求啊 就是我 我是一个这么大一个网红 我怎么能 怎么能拍一个 这个网红照片和普通人一样 和王大妈一样呢 王大妈在这儿换了一个这样的造型 我一个这样的造型 没区别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是 这个摄影师的方式 这个波兰摄影师的方式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它主要的 大家看这个也明白了吗 它主要的就是 我到这个 到这个 到这个知名的景点 我要换当地的民族服饰 然后换上当地的民族服饰 然后再来给自己拍一张照片 那这个真的就 我们现在看来 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我觉得 都可以当做那个 当地的这个旅游推荐 然后来去 对啊 是不是他有可能会 这样卖他的照片 我觉得真的是带出那个地方的 文化和那种风格来 因为大家知道啊 这个照片包含了几个吸引人的点 第一 它是一个风光照 很好看的风光照 那这个本身就很吸引人 那这个是大自然的龟斧神功 对不对 本身就很吸引人 然后他又选取 那个奇妙的魔幻的时刻 对不对 但是这个单单靠风光照片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风光摄影师一大堆 还有一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 有美女 不一定他美了 但是至少他是个女的吧 对吧 因为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就是大家都要看美女 就是我们现在包括 很多做视频的时候 旁边一定要站一个美女 也不干什么 也不说话 也不做动作 也不跳舞 也不像什么陈汉典一样 打扮的怎么样 他就是站在那里美女 但是也是一个需求 有很多人就是喜欢看 因为像我这种说评书似的 大家都并不想听你说评书 如果旁边站个美女 大家还是喜欢看美女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在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个信息的传播来讲 有美女 很大的加分项 第三 她穿了当地的民主服饰 那这个就是带了当地文化的符号 那这个就是更深的一个用意了 而且这样的照片出来 大家看 她很协调 你不会觉得说 这个人是一个闯入者的感觉 会是一个义务 这个风景里的义务 我们经常看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江南的风景 哇 好美啊 可是中间有一个什么水泥房子 你觉得它是个义务 就它和那个环境不协调 但是这样 这个摄影师的操作 你穿着当地的服饰 就是这样操作下来 真的很协调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也是 我就觉得这是她成功的几个原因了 那为什么我觉得说 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复制呢 就是因为 我觉得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了 我们刚刚讲过 很多网红打卡的景点 大家都要去 每个人都要去打卡 不去对于很多这种网红 或者是明星来说 不去不行啊 或者是有这种宣传需要 或者有这种 有这种业配啊 或者是有这种什么 有很多需要 要做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呢 如何让我去做这个东西 又和别人与众不同呢 这个就是草公和奥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可以用了 那之前我们 我之前也发了一个视频 讲说沉浸式的旅拍 我们当时也是讲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 我当时讲的观点就是说 我们要像一个当地人一样 我们融入当地拍一张照片 那很多人就留言了 说哎呀这个我 我总共放假才五天 我哪有时间 然后再去研究当地的文化 怎么做 这个东西就 就就就讲 反正说我的观点就是说 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有的人吃饭就是去吃饭了 有的人吃饭是为了去拍照 就可能我们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我我就是我就是拍个照 但是有很多人是有这种需求 说我在那里 我去到这个地方 我不管我花了多少钱 我最重要的目的是要 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让别人眼前一亮 让别人转发 这就是目的 你说我花多少钱不在乎 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 所以我现在讲的说这个方法就是适合于这样 这种 那上次也有人回帖 上次我们那个视频呢 也有人回帖说 哎呀当地去买当地的民族衣服多贵呀 买当像一个当地人 这个多麻烦呀 cosplay 这要花很多成本 但是我 我有一个观点 就说我现在是针对这些 说对这个 对这个照片有要求的 这有需求的这些这些人 就说 如果可以有成本 或者这么讲吧 成本它是一个一个门槛 也是一个过滤器 因为有了成本 你就拉开了和其他人的距离 如果说你可以通过花成本 通过花钱来达到与众不同的目的的话 那花钱是最容易最方便的办法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资源的话 花钱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容易的办法 因为其实在我们摄影里面 在摄影的门类里面 也有很多这样的门类 比如说风光摄影 风光摄影就是一个 在我看来啊 就是说就是一个靠成本来拉开过滤的一个 一个一个摄影门类 我不是说风光摄影 不需要什么摄影技巧 不是说风光摄影的 这个这个不高级 没有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风光摄影中 有很大一部分成本 就是就是花在 哎呀这怎么讲啊 就说这个成本是过滤风光摄影的一个一个过滤器 很多人拍不了风光摄影 不是说因为你的技巧不够 是因为你没有那个成本 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因为风光摄影 你不管怎么样 你拍的好不好 你不管拍出一个什么东西 你必须得到那里 但是到那里就需要一个很大的成本 要不然是时间成本 要不然是金钱的成本 对不对 你不管你 就是我拍我拍注目朗玛峰也好 我拍富士山也好 我拍什么尼亚加拉大瀑布也好 我都是要在那里 我才能拍呀 对吗 那在那里本身就意味着是一个成本 本身就意味着对别人是一个过滤 就是你不管摄影技术再好 你没到那 你没办法 对吧 你或者你到了那 你只有一个小时 你没有等到那个魔幻时间 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你像去云南拍什么 日照金山拍美里雪山 有的人住半个月 就会等那五分钟 对吧 但是我这个成本 就是拉开我和别人的差距 这个成本就是过滤器 那些没有成本的人都被过滤掉了 那你其他人都拍不到这个照片 只有我拍到这个照片 对吗 那这个方 那这个成本的难度 相对于创意来说 对于有成本的人来说 这个是容易的多 就说如果你有这个时间成本 有这个金钱成本 花这个成本 相对于你要有一个创意来说 容易的多 你是对于更容易 更方便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投成本这个东西不值得 或者说投成本是一个好像 好像很亏的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的 如果你是一个对照片有要求的人 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对朋友圈照片有要求 你要追求与众不同的话 宁可花成本 你就花成本去买这些 买这些民族服饰 或者是借或者是租 花时间或什么样 因为你有别人没有 就是因为你有花了这个成本 你才变得与众不同 对吗 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东西 别人做不到 你的照片才能在现在视频的资讯的照片的海洋里面 你才能脱颖而出 那这个收益其实对于很多人 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今天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之前我们那个视频讲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样的方式 像一个当地人一样的去观察这个地方 是一个有更多的收获 如果对于一个旅人来说 旅游的旅 旅人来说 你到那个地方 你能够了解到更多当地的文化 然后能够体验到当地的服饰 当地的各种东西 对你的收获是更丰富的 但是我们这个就相对更浅一点 就是说更不能讲它浅 不能讲浅薄 更直接一点 就是说我当地 我就是为了拍照去的 我到了那个地方 我就是用这样 我可能精神的收获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照片与众不同了 这也是一种 这是比较 至少我看来比较符合 我觉得旅拍的一种方式 今天 所以我希望 我把这个分享 我把这个经验 我把这个摄影师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复制 去尝试 因为这种方式 至少是给你的最基本的 给你的朋友圈照片 与众不同脱颖而出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实践的话 给我们贴图 留言 到时候一起来分享一下 看这个效果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